纵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唐代诗人曾有云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还 但使龙城非将在 不叫狐马 杜音山 诗中所谓的龙城 就是漠北强国匈奴的首都龙城 按说匈奴是游牧民族 从来不见成国 哪有什么首都呢 然而实际上 匈奴确实有首都 与汉朝不同 匈奴的首都不是一座城 而是一片区域 而这片区域被称为蝉鱼亭 而在蝉鱼亭内 有一个专门用于祭祀地点 那就是龙城 根据司马迁的作者史记的记载 岁正月 诸掌小会蝉鱼亭 此五月大会龙城 祭祈先 天地 鬼神 也就是说每年春节 所有的匈奴酋长便会聚集在蝉鱼亭开会 当年五月 匈奴酋长便会在蝉鱼亭祭祀祖先天地和鬼神 公元前130年 汉武帝首次派兵出击匈奴 而一代名将魏清 也在此战中横空出世 在这场战役中 魏清的目标就是匈奴龙城 在战斗中 魏清一举攻克龙城 斩首七百余人 获得了汉朝队匈奴的首场胜利 并大大的激励了汉武帝的雄心 为汉兄战争的全面胜利 开了一个好头 那么龙城到底是什么呢 后世学者一直众说纷纭 很多学者认为 龙城可能并不是一座城 相对于汉朝 匈奴最大的优势就是居无定所 来去无踪没有城郭 如果修建实体的城郭 无异于将自己暴露于汉朝的枪口之下 失去了激动的优势 因此很多学者认为 龙城可能是在禅于亭中 临时搭建的祭祀场所 然而更多学者认为 龙城应该是一座永久性的城郭 因为匈奴人曾俘虏大量汉人 因此是了解铸城技术的 在漠北决战时 匈奴还仿造汉朝 修建了一座赵信城 并在其中囤积了大量粮食 因此龙城未必就不是城池 而到了最近 龙城之谜终于解开了 就在本月7月18号 蒙古考古队在蒙古国航海山脉一带 发现了匈奴龙城遗址 此地距离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大约450公里 据观察现存留记 该都城周围 由内外两层成员包裹 里面有一个人工水池 很明显龙城就是一个具备防御 仓储以及生活功能的城池 与此同时 专家们在瓦历中还惊奇地发现了一个汉文瓦当 天子禅瑜与天无极千秋万岁 无论在史书中还是在其他出土文物中 都没有天子禅瑜这种直接表述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人确实将自己的首领 禅瑜称为天子 根据史书记载 按照匈奴语 禅瑜的全称应为 称离孤徒禅瑜 称离匈奴语意为天 孤徒意为子 禅瑜意为广大 与汉朝的交往中 匈奴常常自称天之交子 外交上也用汉语 在与汉朝的果书中 匈奴禅瑜自称为天地所生 日月所至匈奴大禅瑜 由此可见 匈奴禅瑜自称为天子 并非没有历史渊源 与此同时 这块汉文瓦当 或许也证明了司马迁的一个记载 那就是匈奴七十世华夏后裔 炎黄子孙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匈奴其先下后世之描意 曰纯维 夏朝灭亡后 夏节之子纯维 带着父亲的嫔妃逃亡漠北 随后纯维违背华夏礼仪 娶了众位小妈 而他的后代们 则为匈奴的先祖 随后纯维的后代 又与当地山戎 薰玉等游牧民族结合 最终形成了匈奴 这样一个草原大族 也就是说 匈奴的核心部族 乃是华夏的后裔 是夏后世的先民 对于这种说法 现代学者曾多次进行了批驳 从血统层面来说 匈奴乃是华夏后裔的可能性并不大 单从这块天子缠鱼的瓦当来看 匈奴乃是华夏后裔的可能性大增 为何这么说呢 自夏朝以来 华夏国君就自称为天子 而匈奴将自己统治者称为天子 恐怕并非巧合 因此小编认为 匈奴虽然没有文字 但仍或许存在着对祖先的记忆 与此同时 司马迁说 匈奴的祖先是夏朝王子淳为 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按照司马迁喜欢实地考察的习惯 甚至可能是从匈奴人口中听来的 毕竟以司马迁的本事和官决 采访几个匈奴人并不难 与此同时 五湖十六国时期 匈奴人对夏也有着高度的认同 比如匈奴人 赫连伯伯建立的政权就是夏 因此我认为 匈奴的核心也就匈奴缠鱼的不足 因为华夏之后炎黄子孙 匈奴其实是与华夏同宗同源的兄弟 匈奴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楚国一样 都是典型的下军移民政权 匈奴本身就是一个游牧的民族 本来就居无定所 所以汉朝军队也不可能说将匈奴给赶尽杀绝 但当时由于匈奴势力衰弱 内部自然就会开始出现分散现象 当时有不少匈奴部落 直接向汉朝臣服 成了汉朝的子民 汉朝则对于匈奴曾生活的河南套地区加强了管理 而在那之后 中原王朝不断地压缩匈奴人的生存空间 让匈奴丧失城汽后的基础 并且不断让他被其他部落给吞并或是融合 而三国时期 曹操对于比较乖巧听话的男匈奴不断地进行汉化 对于坚持抵抗的北匈奴则进行了驱赶 而这批被驱赶的北匈奴人中 一小部分人也就来到了欧洲地区 虽说无法与中原王朝匹敌 但在当时分裂的欧洲却是相当强势的 他们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欧洲历史上记载 匈奴人来到欧洲后被称为上帝之边 不过由于匈奴的文化相对落后 而且人口少一些 在欧洲定居后 开始不断地融入到欧洲本地的一些居民中 慢慢地被当地的民族所同化 毕竟少数被多数给融合是必然的 但至今也不确定 当年的这一小批匈奴人 到底融入了哪些欧洲国家 均有涉及也不是没可能 但可以肯定的是 没有迁移到欧洲那么远的 则是迁徙到了离得最近的中亚 俄罗斯 蒙古等国 也就是说中亚的斯坦人 俄罗斯人 蒙古人 都有可能有匈奴血统 男匈奴不断地被汉化 晋朝时期则是发动了巴王之乱 而在之前 这些匈奴人已经被汉化得差不多了 在五代十国时期 匈奴人不断地相互融合 相互吸收 界限也就逐渐变得不太明显 不过仍然有一些匈奴部落或群体 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民族 比如说后来建立西夏的党项族 北方的蒙古族 女真族 契丹族等 还有一些在历史中 根本没有提起名字的民族 姑且不论 后来在汉人政权再次崛起之后 有一些小民族 开始不断地被汉人所吞并 并且进行了非常彻底的融合 这些人也就彻底地成为了汉族人的一员 那些不愿意投降汉族的 则是又被赶到了北方地区 成为了后来的西夏国 金国 辽国等这些国家的主体民族之一 像金国 辽国 这些学徒人所建立的国家 对于国家内的一些匈奴小民族 进行了统一的大融 后来在金国和辽国这两个国家灭亡之后 其主体民族则是又逐渐地被汉族以及蒙古族所同化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金英库分析 当时融入中国最多的匈奴人 主要分布在现在的辽东半岛一带 蒙古地带 还有新疆等地区 总的来说 严格来讲 匈奴并非消失在了历史当中了 他们依旧存在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逐渐成为了其他国家或者是民族的一员 曾经的他们是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 即使分裂了 也依旧能在一些地区称王称霸 所以他们可以说还是过得很不错的 有人或许会认为衰落后 他们一直被中原王朝打着跑 应该很可怜才对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别忘了 他们是游牧民族 居无定所才是天性 整天跑对于他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所以这也不是啥大问题 至于现在的他们 大多已经融入到了民族国家的 自然是有好有坏了 大家都看在眼里 这里我们就不用进行过多赘鱼